最近连续有好几位台湾选手在国际比赛勇夺冠军 而候选人也赶搭这一股热潮 像是国民党的郝龙斌跟朱立伦今天就共同宣布 台北市和新北市将要联手申办2019年的亚运会 把金牌留在台湾 准备参加广州亚运的国手谢正刚 黄浩云 还有台湾女男选手钱维涓 一次排开为国民党本二都市长参选人站台 表达支持北市和新北市联手争取2019亚运会 延续大台北黄金双子城的计划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郝立伦 共同喊出双北联手金牌到手的口号 双北合作创造双赢 能够让金牌能够倒走 让金牌留在台湾 我们的对手现在还在谈双城奇谋 甚至还在谈捷运分割 所以今天我跟立伦兄我们的合作 绝对是对台北市新北市最好的一个组合 预估两市将提供40座场馆并规划选手村 总共投入310亿元和其他六国来竞争 2019养育会的主办权 国民党在本二都表达合作的决心 也直批对手还停留在双城奇谋 分割捷运 不过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蔡英文 似乎不受影响 在获得2010笔小额捐款之后 他表示更增添了竞选活动持续的动力 这些也是我们体现一个新的政治文化 也就是说希望我们在选举的过程中 有很多人参与我们 蔡英文在镜头前向支持者鞠躬致谢 强调目前收得的1000万捐款 得来不易会小心使用 把支持者比喻为股东 蔡英文说要将有限的裁员做最大的建设 符合市民大众的需求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如果注意来了 连击其辰さ strip 去gere'll 下 Tet 像是只要 悲一